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像也是一个美女 对吧 我可以证明是美女 因为我刚找到嘛 我找到我去了化妆间 当时小田还没化妆 我一看太美丽了 太漂亮 你看还没化妆已经把我吸引过去 我好久没看女人呢 化了妆之后把我吓得呼吁 我们化妆师今天很重视 所以一听说上全天三人行 这么重要的节目 一下就给他化成日本异界了 脸上扎打掉白粉 这个这样流行说重口味 不要说什么日本异技 三都该哭了 所以说咱们今天格外要讲讲 女性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仪态见人 是吧 最近我们认识了一个女性 佳辉 这咱们像你这样的人呢 要再往前几百年 对这种女性那就是非常的景仰 就等于啊 她就是个噱头 你知道吗 全靠着她祖局呢 你知道吗 这种 我们去了一个城堡 我要给你看看我们的游宗照片啊 所以我们在另一集里啊 会讲一个我觉得最漂亮的一个法国卢瓦河谷的这个城堡 但是呢 那天我们去看的最后的一个城堡啊 要叫我说呀 就是内秀 叫舍农所 他那个外表看呢 没有我们开头看的第一个那么样的美丽啊 可是进去之后啊 就发现待的时间最长 因为这里边啊 这个东西最美 而且故事最好 而且女人最多 这很重要 对对对 说是 以前的女人 你说以前的 六个六个女人的城堡 对 这有法国有名的一个女人堡 你也知道 你不是在英国上学 英国也有 英国是叫利兹城堡 他那个利兹城堡也是个女人城堡 最有名的就是有一对黑天鹅 然后和他齐名的 其实应该说是啊 那个比英国的那个女人堡 更有名的 其实就是这个法国的那个叫舍农所 舍农所 舍农所就是这个舍农所堡 你知道哎呀 你说六个女人的城堡 你马上就看出情况来了 就有个成语叫什么呢 叫雀巢什么鸟站呢 就这个鸟的巢 那个鸟就 雀巢窝被什么 揪来斩 对对 对就是 比如说这国王 又是他的老婆呀 原来在这儿 后来呢 又为了他个情人呢 迪安娜又弄了个卧室 到后来呢 那个原配啊什么又回来了 回来了之后啊 就把这个前头情人的这个 全部拆除 但是呢 在有些房梁的角落处 你还能看到 国王跟他情人的 两个名字的 缩写的那个雕刻 好像有那个什么 达芬奇给他设计的 那个什么双旋梯 就为了那个 那个是最美丽的那个城堡 还不是我说的这个城堡 对 这舍农所保 嘉辉博士 你有没有看过法国的城堡 当然以前去 可是就是我去的时候 我记得那时候有这个感觉说 法国啊 甚至整个欧洲啊 没有一个城堡 不是女人的城堡 可是当然这个比较特别啦 他连去几个女人 都有很传奇的故事 而且 而且都杀来杀去 小三小五 小小一百这样 我还有艺术家来加持 我觉得说他特别 比方说里面的摆设 不管是一个雕刻 或说里面一个一张画 或说一个镜框 曾经是某个艺术家 送给他们的 他们有交往 我觉得故事是从那边来 所以呢 格外要给大家看看 我们拍的啊 我们来来来来瞅瞅 我们你看 首先进去啊 就是临音大道 你现在我国 哪还有这样的树啊 是吧 来你再看下边 哎 你看他从外表上看 对吧 跟个迪斯尼也差不多 但是 但是他内秀 你知道吗 而且人家是风霜啊 这个是建在河上 你看 这种是非常有特色的 文艺复兴的这个顶 这样的顶 你看他好像是有规律 又像是没规律啊 这个很有意思 像走过探西桥以后 看到那个长老 啊 剑桥大学 那个探西桥 哎 对 真的是 你看 这是特别有文艺复兴特色的 这种叫拱顶 一个圆 这个圆呢 叫拱顶石 都有不同的雕刻图案 那漂亮 你看下边 哎 这是他那里的历史的这个画面 就说等于说当年 这个城堡一般是他们贵族打猎的嘛 你看他们这个 哎 当年就是这个样子的 就说明 人家一直就保保护修缠到现在 然后你看下边 哎 这是我特别感兴趣的地方 厨房 嗯 你知道吗 他这个厨房啊 就在他这个城堡跨河 你看这个墙壁上挂的 都是他们特有的这个铜啊 用铜磨成的那种各种厨具 这底下就黑不溜秋的 这个大烤箱啊 烤一头牛 我看都能塞进去 那大烤箱 你看下边 哎 你看到没有 这就是他城堡建在河上 然后他运送这个肉食啊 和各种菜品的这个船啊 就开到底下 用那个绳子起重机 可以拽到他那个大厨房里 你再看下边 哎呦 你看文艺复兴时候的这个挂毯啊 我就喜欢这个 就残成这个样子 你就多漂亮啊 包括这个人的这个医者啊 你在那边没问多少钱吧 哎呦 都想聚为己有啊 你瞧这个啊 这皮椅子 这是什么质感呢 你看看下边 嗯 你看这是欧洲的家具了 欧洲家具你看他这个木雕啊 木雕其实就是艺术品嘛 是吧 你再看下边 呃 还是这样 他一个小教堂的这个顶 小教堂的顶 然后你再看下边 啊 里面有很多名名画了 再看 哎 这是他这个族徽 贵族这种族徽 嗯 再看 哎 你看 在那还有玩这个热气球的 你有做吗 啊 你没做 我有拍 再看下边 哎 好 这到了细肉上了啊 就是这个女人 哎 我们看 我在那发现啊 她是一个城堡的主人吗 她曾经是城堡的主人 她叫杜邦夫人 嗯 你查查 这个杜邦夫人 我们都听那个解说 现在挺忠实中国人的 这解说上都有中文的 说 卢梭见到她 就说 哎呦 我就深深的爱上了她 说我见到了法兰西最美的女人 当时 就应该法语表达 你总是这样 你会吗 没有 法语表达就总是这样子嘛 就是毫不吝啬 抒发自己的感情 不过杜邦夫人确实很美 不过卢梭真的是爱上她了 她是谁都爱 基本上 你看她那书的谁都爱嘛 你说的 爱上她的什么呢 对不对 我知道她这个 所以我就说啊 这个杜邦夫人很有意思 女人 你看能干天下计 在欧洲的这个文化上讲啊 这个文化 文明 艺术没有女人组局 成不了这个规模呀 你现在想想 多少个这个像杜邦夫人 这样的贵夫人 她是就这个沈维农城堡啊 我们说法国著名的百科全书 那个学派的什么 孟德斯鳩 迪德罗 福尔泰 都是她的座上宾呢 就尝到这城堡 你看就这么吃肉啊 哎呦 我就看看那个厨房啊 我就觉得这多少次 这几百年大百宴席 在里边这个狂欢呢 没有那个什么当时的法国的那个沙龙就确实 直接对那个启蒙运动啊 还是很有推动作用的 确实就有这样一帮这种贵妇人 她们在家里啊 就完全是兢兢业业的就投入到这个组织沙龙 有的时候她们就投入的那个精神 让她们的丈夫都感动 就说了天呐 我在外边挣钱都没有你这样辛苦 感动而已 哎我就觉得这个 其实这个心理的话 很值得完美的啊 你说一个贵妇人 在家里边 这个叫守护道 还是叫不守护道啊 整天就呼朋唤友的 找一些男人来跟他聊天 所以我常说 我们都知道说 欧洲的沙龙出来 基本上是贵妇人的客厅嘛 是从那边出来 对 可是我觉得整个Credit 她的怎么讲 她的那个背后的功劳啊 在于她的老公 对不对 能够容忍啊 对啊 给中国男人 你整天在我家客厅找一群男人 而且都是非常有魅力的男人 你试一下 假如我老婆整天找文涛文道 启东去我家 我告诉你 我第二天就离婚了 那威胁感很大 但是中国男人里边 也有能容忍的 梁思成 梁思成 梁思成跟金月灵 他们俩就完全是主角 就是林慧英嘛 太太的客厅 没错没错没错 没错 他就能容忍一男的始终 住他们家后院 对吧 所以后来又搞出 乱七八糟的事情了嘛 对不对 搞出了 他林慧英跟金月灵 搞出乱七八糟的事情 有这样的说法 不一定 当我说乱七八糟 当然要看你的定义 我会觉得啊 如果说咱们这个话题 说到这个林慧英了 如果说林慧英跟金月灵 没有乱七八糟的事的话 金月灵这个辈子太亏了 他终生不嫁 终生不娶了 终生不娶 对啊 就是为了这个林慧英嘛 对啊 蛮多暧昧 因为那个时代 就在挣扎嘛 又要什么自由恋爱 可是要有传统的压力 好像没有 我们看到 越来越来越 每一年都有新的材料出来 没有一个人 没有暧昧的 其他的事情 是 没有的话 没有身份 现在都查出来了 真的是没有就没有身份 你像当年胡适这样的 是忠贞的丈夫 他都会有个情人 有樱花像啊 他那个时候 对对对 都会有 胡适是里面的代表嘛 他能够处理的好 重点在于说 当所有人都有的时候 你看你怎么样处理 有人处理的乱七八糟 结果呢 变成那个凶侠案 你砍我 我砍你 可是胡适处理的好 他每一个女朋友啊 都可以成为他们夫妻的 共同朋友 包括了美国的杨牛 他们到老了 一直吃饭 一起这个拉个 我说正经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胡适 成够每一方面 都能够有这种气度 所以成为英雄 相反 徐志摩处理的 也就不能说不好了 人家徐志摩都殉职了 以身殉职了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在建议 全球存心企业合作伙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敬酒 源自四大原酒基地 七眼深山甘泉 十二大职工基地 四十四道核心工艺 六十年健康追求 千万次温馨提示 少喝一点 为健康 敬酒虽好 可不要贪杯哦 敬牌公司 所以像我这种软弱的男人啊 我就牢记小时候读过一句翻译的诗 就翻译的吧 特别臭 叫永恒之女性引导我们走 有张照片 还可以给你们看看 这个就印证我这句歪诗 你瞧 这是谁 昂山姐姐 昂山素姬 在这个出来之后 这是有机会在自由引导人民 这个德拉克罗瓦这个油画前面 你看 他跟画上那人异曲通工 对不对 我们看到 所以我们毫不惊讶 你看美国今天都没有一个女总统 对不对 就是我们看到欧洲 大国小国 女总理 女首相全部出来 以前的女王更不用说了 这是那个公开的很高档次的一面 那另外呢 比方说去年有本书啊 叫做翻译为中文 可以称为写信 书信共和国 它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不要以为经常欧洲什么启蒙思想 伟大的东西 伟大的想法 是从什么大的学学家公开讲学出来 不止的 他是在每个人的写信 那时候没有internet 没有互联网 就写信 我写信给你 然后你觉得 我这个观点不错 你就把我的信 超二十份 你要发出去 其实那个原理有点像internet 转发 然后当时有一个现象 男人都喜欢写信给女人 把她一点想法 一点 我今天对于生命的思考 有点想法 我写给你 然后你也写给她等等 那透过这些欧洲的女人 然后把这些 所谓伟人的想法 到处去传播 那发挥了影响力 所以女人那个发挥的作用 不仅是在什么沙龙 客厅的沙龙 不仅在殿堂 不仅在革命 还在书信里面 所以就是说 当时的男女啊 这个观念很有意思 比如说这个男尊女卑啊 该怎么理解 是很复杂的一件事 你比如说那个时候 女人也是 按说也就是在城堡里待着 是吧 可是呢 她又必须有过人的气质 其实她本人 我认为也是鉴赏家 是吧 这个其实也不一定 我就记得这个卢梭啊 虽然说她是这个很活跃的 就各个沙龙 她周一到周五 都是排满的赶场啊 但是实际上卢梭 她是比较这个重男情 她有这个大男子主义的 她一方面呢 是跟那些贵妇人 好像就是周旋 她有一度 她是得罪什么权贵 她的著作都被烧了 然后最后是 从这些贵妇人手中 拿到的那个手抄本 然后才重新出版的 所以女人呢 建立了本命 真的 但是她又不屑这些女人 她就说 她们懂什么呀 整天主持这些沙龙什么的 所以说 如果是这样啊 跟我掌握的黑材料 结合起来啊 我觉得卢梭 就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了 就是 她是不是骨子里 还是觉得啊 女人是要满足我需要的 我的意思是说 你看 我就说那个杜邦夫人 当时这个卢梭 就一见面就跪下了 也不是说跪 就是精神上就跪了 就是我爱上你 你说她爱的很多 一点也没错 我以前啊 就读过有一个书上 我不知道她这样说 对不对啊 就说其实 她当然主要是针对这男的 说男的 她在传播思想 实际上也是她的这种 一种需要 也是她的繁衍 和她平时去交往女人一样的 所以他们说什么 要有什么沙龙 一定要由女人来主持 实际上是给他们灵感 来激发他们 没错 其实为什么 比如说男女谈话的时候 尤其像嘉辉这种才子 往往表现出 女人在倾听 男人在喷呢 其实也是一种 剥洒种子的一种 我都爱听的 一边听一边偷看 对 那我刚说那个 什么卢梭谁都看 其实当然是有偏见 谁都喜欢看 因为我住在大学书社 我大学很多外国的学生 我就看到 法国来的学生 男孩子男学生 特别的热情 特别一看到女孩子 都赞美 她连我家的飞翁都说 你好漂亮 她又懂一点汉语中文 那我就知道 她是法国人 基本上谁都爱 谁都赞美 真的是 我这次 我们跟我们一导游 一个怀孕的一个女士 跟我们讲 说因为她在法国 她说她一个 很漂亮的女朋友 就碰见这么一法国男人 她说听得 听得 她说我都跟你讲不出来了 因为太复杂了 就是她跟这个女的都好了 准备订婚了 然后她突然有一个晚上 告诉她 说我还没有离婚 说我明天就去跟她离婚 我们先订婚 然后就去离婚了 结果去离婚呢 这一去一年就没有回来 你知道吗 没有回来 一年之后 再见到之后 她说我还是要跟你结婚 但是呢 我现在又有了一段新的爱情 对吧 我们能不能够 你又跟我订了婚 我也能够维持 我的那一段爱情 到后来 她就跟我说的太长了 搞出七八段 就一个法国男人 她不是坏人 你知道吗 她就是 她干什么 她到最后跟这个女的 就是说 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 你知道吗 就法国男人 这就是感情凌驾于 道德和理性之上的 就完全是 就认识自己的性质 而且你看 你像就你刚才讲的 卢梭呀 她忏悔路里 你知道就 为什么讲的男女观念 包括性观念都很有意思 忏悔路里 讲到这个华伦夫人 这个华伦夫人 跟卢梭的是什么关系 你说是他妈 还是她的大姐 还是她的老师 还是她的情人 因为什么呢 从13岁到29岁 就卢梭第一次见到 这个华伦夫人 这华伦夫人就养着她 认为这孩子有出息 就让她去上学 尽管上学被开回来了 回来之后呢 华伦夫人就让她 在自己身边做这个 反正就在养着她 培养她 坚信她有才学 然后到她20岁的时候 看着她有点 那叫什么呢 流一笔血之类的 是吧 有点冲动 然后华伦夫人就跟她谈 就说从今天开始 咱们俩同居 但是这个同居呢 好像也不是因为 说我爱上你了 就是因为觉得 我要让你这个男孩子的欲望 有一个平衡 所以两个人就同居 但是在华伦夫人 和卢梭同居的同时呢 华伦夫人还跟她的管家 保持着这个性爱的关系 所以他们就这么一个 当时卢梭呢 卢梭需要官母吗 卢梭需要母爱 当时她一听说 华伦夫人要跟她同居啊 趴在华伦夫人的这个胸脯里啊 哎呀 那个鼻涕眼泪啊 那胸前都弄满了 你说卢梭多大 20岁 他对华伦夫人 他觉得一种母亲一样的 一样的爱 我们看那个欧洲文学家 写的手说也好 写的回忆录也好 也经常看到恋母啊 对于年长女人这种崇拜 这种迷恋啊 我们看中国的亚洲的比较小嘛 除了看日本 或者是不承认 我就觉得有的时候 也会为他们欧洲担心啊 就尤其是这些名人啊 那么思想家文学家 他们往往都承认 自己有这个恋母情节 那你看他们艺术家 个个好像都是同性恋 有这个生 这个出生率能不低吗 没错 就绝种的 真的 绝种的 所以我刚才 我看这些贵夫人的这个故事 我就想起家辉说的 我老会想起他们老公在哪 他们老公打恋的嘛 各玩各的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第二十四届奥国际研发比赛会议 9月8日 十五 二十二 二十九和十月一日 十个国家级地区 闪耀澳门夜空 带给你无尽欢心 感受澳门动容时刻 整体打包更省心 哇 都替我们单位好了 分期付款更省钱 真划算 智能配送更省时 看 还有会员礼物啊 来苏宁省更多 科技苏宁 智慧服务 这条河 这个镇 创造了中国 酱酒传奇 古镇老九 上品人生 贵州茅台镇 古镇老九 小田 你作为今天的优秀女性 对这个话题有什么感想 我优秀吗 当然 我觉得小田是属于今天 很有代表性的优秀女性 技巧性女性 对啊 去找卡扎菲啊 她整天到利比亚找卡扎菲 跟卡扎菲保镖一块混了 没有 我记得以前 你看他们的下场 下场如何就知道 还好表现不够好 人家还剑桥的高材商 出口成章 刚才我一跟他说什么 法国百科全书学派 我说什么 狄德罗呀 穆德斯丘啊 卢梭啊 人小田一说 不会的 这个卢梭不是那个派的 百科全书学派 他们都瞧不上卢梭 我说他真有学问 不是这个真的很有意思 这我以前是看杂书什么 我就总结的 我说这真是这个文人相亲 你说卢梭跟这个福尔泰 死对头 吵了一辈子 最后其实那个福尔泰 应该是比这个卢梭大 有将近二十岁 但两个人死的时候差不多 福尔泰死了 卢梭也死了 就没人跟他吵架了 所以说你看那个什么 像米开朗切罗跟那个 达芬奇不是也是关系不好吗 一辈子 对 一辈子 互相嫉妒 所以说像你说 达芬中国 那个李白跟王维 一辈子也是关系不好 谁说的 这事我第一次听说 李白和王维关系不好 他们俩关系不好 他们俩都是孟浩然的朋友 但他们俩是老死不相往来 传说是他们俩都是一个什么 唐朝叫什么什么 太真公主的情人 还是怎么回事 太真公主的情人 对 八卦八卦 没有 我就是意思就是说 真的是这个文人相亲了 那杜甫跟贺杰章关系好吗 应该也不太好 太可爱了 在他眼中所有人都是敌对的 就文人相亲 这个你最有体会 不是 但咱说回这个女性 我就说像当年欧洲这种 贵妇人的这种女性 今天好像没有了 是吗 其实也有 真的也有 就是比如说 我有了解到在英国的话 他们有的 有一些女性 他们甚至到外面去 他们要宣扬的是什么 就是要回归到以前的那种 男女的那种角色分配 他们觉得女的就是不应该上班 就应该在家里 把先生照顾好 把孩子照顾好 然后有时间的话 我就是办party 实际上也就是他们欧洲的那种 这能把先生照顾好吗 那那是所谓保守 这美国也有 所谓右翼的 特别在美国南方 可是假如你说到那种贵族 我记得我们以前讨论过一个话题 这贵族 当然有一群女人 是觉得说还是有 在当下 他们觉得你有一个要求规范的 比方说你穿裙子 不能穿什么形状 不能穿多短的裙子等等 他们有一个信仰在那边 但背后当然跟他们宗教传统有关系 像我们经常去开会啊 去欧洲 你一去你就知道了 你的感觉不一样 跟那些女人一讲话那不一样 对 你可以说难听一点 价值比较高 比较大的价值 但是在古代中国承担类似角色的呢 是青楼女子 对 对 闻人雅士聚集在她周围 对 不过那个关系呢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待会儿